中文网络周一有一件颇受关注的事 几周前出版的《重征 情政的王国君》 一书10月16日突遭下架 表面理由因为印刷问题 但又分析怀疑与封面的介绍语 昏招连连不不错 越是情政越王国 引起对习近平联想有关 该书9月份由文会出版社出版 网上流传的发行此书的 《独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6日发出的下架通知函 提出的理由是应应治问题 要求各大网站 新华书店 民营经销商 接到通知后即刻下架 崇祯皇帝被指一生操劳日益继业的批阅奏章 故有情政之评 1644年 李自成攻破北京 众派清理的崇祯在北京眉山一树自一 本书作者是今年5月31日 在北京病逝的民史专家 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系主任的陈吴童 这也是作者去世后首部再版作品 该书介绍指出 作者从财政 党争 军事 用人等角度 带领读者看懂了 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 走上亡国之路 翻开本书 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 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介绍还说 这位皇帝虽有忠心执志 但志大才疏 缺乏治国能力 他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 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 他极为虚荣 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 缺乏担当精神 患得患失 屡屡错失延缓败亡的时刻 所有这些重大的决策失误 错置失当 最终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导致冥王朝的灭亡 中央社报道只微博上讨论 该书为何下架时 网友留言都比较隐晦 有的说 封面有些文字不合理 印刷问题 有些人害怕 心虚 总之 这些回应都暗指 纯真 勤政的王国军 影射了当今的中国领导人 图片上的评论更直接 网友认为 涉嫌指桑骂怀 借骨封金 有的说 认领了 人家要对号入座 另有网友回应 能对号入座 还不能说毫无自知之明 还不能说完全不知羞耻 也有读者指出 此书是纯真往事 明帝国的最后图景的再版 那么再版时 改动了书名 封面也横招人 结果比较敏感了 引起了宣传官员的注意 明帝国的最后图景则 明帝国的最后图景者 明帝国的最后图景者